陆路交通局将会通过我的关怀计划 协助更多家境贫困的青少年 以低廉价格考取B2摩托驾驶执照 从上个星期推介以来 至今已经有350人受惠 政府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的关怀计划上个星期 在布城和联邦直辖区推介 至今共有350人在这项计划下受惠 据了解受惠的青少年必须符合条件 也就是年龄在16岁以上家境贫困 同时已经在伊加西或伊斯兰基金会进行登记 在我的关怀计划下 这些没有持有任何驾照的人士 可以用100令吉的费用来考取摩托B2驾照 在我国要考取摩托驾照的费用是350令吉 早在几年前政府就通过我的驾照 MyLesson计划帮助更多贫困人士 以低廉费用也就是299令吉 考取摩托驾照 而无需支付庞大的开销 如今在通过我的关怀计划 进一步降低考取B2摩托驾照的费用 在中国的一年 人士资源 大家可以混在一年 igo又来研究 C-